成千上百万的人都选择住在海边 因此全球沿海地区已成为大型人口中心 在17个全球最大的城市中 东京、孟马、圣保罗、纽约和上海等14个城市都位于沿海 因此我们的海岸在变化 地球人口在持续急增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到2050年时 预计世界人口将翻一番 随着市区的无序扩张 沿海地区生活环境受到的压力日益加大 海洋生态系统因而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这导致数量众多的人口更容易受到海啸 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考虑到未来一百年内 预期的气候变化 沿海城市现在就要为他们的未来做长远打算 海岸带生态系统对沿海居民及其基础设施来讲 都是一个天然的缓冲区 它们能保护我们免受海洋灾害的毁灭性影响 同时还为我们提供食物、交通 甚至休闲和旅游活动 因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宝贵资源 由于海岸空间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 沿海定居点防御系统对海洋灾害的防御作用正在削弱 这些灾害包括风暴潮、海啸和飓风引起的巨浪 除这些自然灾害外 全球各地海岸的基础设施也面临着累积性灾害 如腐蚀、污染和海平面上升等 全球各地都可以观察到海岸侵蚀的现象 除了海滩沉积层不足外 海平面上升也造成了海岸线后退 至于海平面上升 就是因为海水越来越多 因为冰露融化 再加上海水水温升高 导致海水膨胀 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对海岸城市 将造成多种影响 我想最明显的是 城市会被淹没 或发生洪水的风险会上升 因为现在许多城市都在下沉 这也更加证明了 全球海平面升高的事实 问题因而将更加恶化 因此我真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此外所有沿岸地区的基础设施 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排水系统会不能正常工作 自来水供应会受到威胁 海滩会消失 很多问题会发生 由于沿海地区人口过于囚密 人类也给环境带来了变化 虽然这些变化不那么明显 但仍然会对我们的未来 造成重大影响 随着沿海都市化的枷锁 海岸生活环境变得日益人工化 湿地 河口湾和泄湖等自然生态系统 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被破坏和消失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地球上沿海地区的未来呢 关键在于信息和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广科学化信息和工具 以协助沿海城市的规划和决策 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分配海岸空间和资源 保护人口和基础设施 免受灾害的直接损害 关键因素在于规划 此外比较明智的做法是 未来的人口成长可以集中在 比较不受海平面影响的地区 通过下属机构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工作 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是 帮助沿海成员国和大城市健康发展 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处 你好 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总干事 温迪·沃森·赖特 同时还担任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ROC的执行秘书 在ROC 我们的责任是促进海洋学研究领域的 国际合作 包括帮助各国协调他们的海洋观察 以及帮助他们保障 分享和推广那些只有海洋环境监测 才能提供的服务 海洋灾害的减灾策略发展方面也积累了长期经验 这些系统的运作横跨各大洋海域 例如 40年来 本委员会帮助太平洋沿岸国家协调发展了海啸预警系统 该预警系统能检测到海啸并发出警报 从而防止海啸抵达海岸时可能引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自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以来 在ROC的领导和协调下 全球已经在大西洋 加勒比海 地中海和印度洋 都安装了这种预警系统 我们还帮助确保这些系统能起到双重作用 即还能为各国提供风暴潮等其他类型的灾害预警 此外 ROC还为政策制定者和海岸管理者提供帮助和建议 帮他们确定其海岸是不是容易受到灾害威胁 并评估海啸 风暴潮和其他海岸灾害可能对城市 基础设施 港口和人员造成的一般性风险 为了提高沿岸城市和社区对此类灾害的敌遇能力 我们需要确保所有海岸生态系统 如珊瑚礁 河口湾和沿海湿地 能真正对人类起到重要的服务和保护作用 确保他们保持健康并得到保护 在这个方面 ROC可以通过我们正在推广的各种科学工具 帮助各国实行可持续的海岸政策和规划 这些工具包括海洋空间规划 海岸整合管理 以及海岸监测工具 ROC的一个强大优势是 我们还能够利用教科文组织 在某些特定领域的专家知识 而这些知识对可持续的发展策略至关重要 这些领域包括资源使用中的教育 通讯海岸遗产 以及社会和伦理等不同的层面 我们只能管理我们能测量的东西 正如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 我们必须确保海洋这个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定期接受 彻底的健康检查 我们的沿岸城市和我们的生活 都依赖于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和保护方式